今天传出来就是有关于陈水扁 吴淑珍相关的消息之外 传出呢他们本来说今年底之前要搬到高雄的这个房子 也就是高雄人文首席的两户 那么现在说要卖的这个消息 仲介业证实陈志忠透过有人想要出售美术馆的这个豪宅当中 那么至于要卖一户 还是连登记在陈信云名下的一起要卖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呢仲介业表示现在还没有人出嫁 也没有人敢接这样子一个敏感的个案 但根据了解价钱是有下沙便宜的 扁家位在美术馆的豪宅不再悄悄打打 仲介业也已经证实要卖了 没有没有出过仲介啊 那是怎么卖 这种案子应该仲介公司也不太敢接吧 业者表示事实上今年五六月 由于顾及吴淑珍的病情 确定无法履行搬到高雄的承诺 前总统陈水扁就有意把豪宅脱售 而这一次阿扁又被收押 转由儿子陈志忠托有人寻找买家 只是还没有人出嫁 也没有仲介业想接这个案子 这签证到 我其实只要签证到政治的 我们都是信仰都会比较 那他有说开价多少吗 没有说呢 只有我们要卖城 并没有听到夏天的部分 扁家美术馆豪宅共有两户 位在15楼算是中高楼层 一户登记在陈水扁的名下 一户则是陈信宇 不算公共建设室内核计大约130平 城志忠托有人出售 是只卖一户还是两户要一起合售 目前并不知情 扁家原本计划南迁取暖 毕竟南台湾还是绿营执政的县市 但身陷官司泥造 注定无缘享受豪华的装潢 中天新闻 翁崇文貴博士高雄报道